嗯 暗瘦 水 暗水 嗯 呦 這不是蘇家最溫柔賢淑的大小姐嗎 這下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個破爛貨了 老實點 啊 儘快找個聲音 老爺在那裡 妹妹 妹妹 我 哈哈 千姐姐怎麼這麼想不開呀 不就是被強暴嗎 何不一快 陸家 是你的了 我要 我 我 回來了 姐姐 蘇家見你了 我會一樣一樣的逃回來 蘇小姐你母親那我們送你回家 你 苏清晨24岁 苏家重胞胎之一 却被苏氏提出过去 我青春27岁 左家继承人 看起来花心实泽 洁癖晚期 连女人的手都抛 外界都说你是个废物 看来是谣言的 说重点吧 左先生 说出神仪下落 我帮 替你解释复仇 不只是复仇 我要整个苏家 借口 苏家就是你 我是 你们干嘛呢 大半夜的在这吵吵闹闹闹的 这里是苏家 你们什么人 赶到我家傻眼 苏太太 我来提亲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 左总来给你提亲了 我左青春 是来求娶苏家二小姐 苏清晨呢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 左总来给你提亲了 少女后 我回来了 苏太太 苏清晨 是我的未婚妻子 还请苏家 是 谢谢老公 那我去取姐姐的义务 左先生 请留步 再有下次 苏小姐的手还是别摇了 左先生 苏金石从小就被丢在国外 是跟那姐姐苏金金一样的懒过 左先生 不妨考虑一下我 滚 给这位女士来一杯我最后的糖水 不是可否不轻荒荣 巨型故作啊我喜欢 不如我们换一个人手的轻轻点 好好聊一聊 我有个更好 他真是个急性子呀 喂 安排车 去接夫人 放下我 记得这家酒店吗 姐姐就是在这里被你逼死了 我就要让你在这里端子绝斯 跟我鬥 你看嫩嫩 喝了我這麼貴的酒 現在到你該買單的時候 我今天就帶你捉肩見霜 左先生看到了吧 蘇星辰跟他姐姐一個樣 太吵了 請蘇小姐還有別人先生 把手指的叫喉嚨 蘇先生 我只是在幫你啊 我也是在幫你啊 林川我提醒你 請蘇小姐不要丟下我 請蘇小姐不要丟下我 看起來兩樣的 還不是會掉進別人的陷阱 úa 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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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仗我的底下 不要打仗我的底下 你對我做了什麼 我對你做了什麼 你自己心裡不清楚嗎 是你 是你下藥的對不對 還有蘇星辰 他竟然也背叛我 我不會放過他的 嗨你以為你有多聰明 不還是一樣被人利用 這個蘇星辰可比你聰明多了 他知道怎樣利用男人 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怎麼你還想打我啊 你不要生氣 我只是一時沒反應過來 我都已經是你的人了 你可能對我負責啊 蘇星辰 你害我失身顏思明 今天我就要拿你的命來陪葬 我怕你還沒有這個本事 柳州你就殺了我 我不會讓你死的這麼容易 當初你害死姊姊 今天又想殺我 不僅 咱們慢慢玩 不過我今天沒跟我跟你玩了 我要陪我溫恨夫出去約會咯 掙脫救了 是誰自己入虎學差點被吃了 還對恩人恩將仇報 補償你 神醫的弟子 不是這隻 脫救那隻 戒好了 你根本就不是什麼神醫的 對你 你就是神醫 你在試探我 左先生 如果你不是神醫的話 那為什麼 我在你身邊 心情就會變化 你放心 爺爺的病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答應我呢 可侵犯對方 還真有意思 蘇小涵 你來幹什麼 四明 你想對付蘇星辰和左青川 出口惡氣嗎 下去 你看 這是蘇星辰他姐姐蘇青青的視頻 只要我們把這個視頻公之於眾 蘇星辰那麼在乎他姐姐 一定會氣糊塗過去的 傳出去的話 我豈不是也會是賣名列 放心 早就處理過了 好 就要你說的辦 不過你要保證 這個計劃萬無一失 否則的話 我們都會死無葬身之地的 放心 我會安排好的 呦 這是誰來了 蘇家不歡迎你 我來學我姐姐的遺物 拿完我就走了 還沒嫁人呢 就天天跟別的男人怼混 跟你姐姐一樣 蘇小涵 你以為這樣就能報復我嗎 我告訴你 你的所作所為 只會讓我自己幸福更深於你 蘇星辰 你別得意 你以為這樣我就贏了嗎 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想幹什麼 我當然是想讓蘇家不得安寧 你害我失身言辭明 我就讓你嘗嘗 實際親人的夫婦 瘋子 真是瘋子 好戲就要開場了 按照我的吩咐 把蘇星星的視頻傳播出去 蘇星辰 你看今天新聞了嗎 你怎麼猜出啊 去蘇家 蘇星辰 你要是敢自殺 就算是跟老天去 我也要把你搶回來 星辰 你姐姐的那個視頻 我已經安排人在處理了 幕後住室我已經找到了 是蘇小涵 你先下來 我解決她 姐姐在視頻裡哭求了三十二次 被打了十八下 灌了三種微脂液體 最終悲憤地跳了下去 你說 她最後是以什麼樣的心情 離開這個世界 她死之前念了的人是你 你怎麼知道 她墜了那天 掉落在那裡 她還跟你說什麼 她希望能好好活著 對 我會的 但是在這之前 我要讓那些欺負過她的人 血沾血沾 不可以 你為什麼要幫我 是因為你爺爺嗎 有的時候 你挺聰明的 有的時候 怎麼這麼笨 你為什麼要幫我 你們是還為什麼打我 要我怪就怪你惹了不該惹 我還是被逼的 他們實在給的太多了 我給你雙倍的價錢 聽我們 否則 你說 你說什麼我都答應你 放心吧 我做這事最擅長了 什麼都不是這麼急了 怎麼樣都家在土了嗎 放心吧 他們兩個的城市 明天就會轉變找個事 這兩個人 我一個都不放過 作為道大 你要怎麼找 左近川 你想做什麼 沒什麼 就是想問問你 你 你要怎麼找 神醫到底是不是 如果我說故事 你信嗎 莊總 老爺是病危了 不管你是不是 現在都必須是 你死病 他幹什麼 他還能幹什麼 無非就是把氧氣害人驚擂 你胡說什麼 大哥 別驚慎了我 我可不可以把命都給他 怎麼可能會去害他呢 那就是如你所願 以命花一命 朱星辰 閉上你的臭嘴 知人知命的知情 大大哥 再敢 我就讓你嘗嘗死亡的味道 喂 我 爺怎麼回事 爺沒事了 你再等等看吧 我先回去 好 爺爺沒醒來之前 那我去 我很累我需要休息 好 行了 這麼好的機會 都沒對我做什麼 是你不行 還是我沒有信力 昏迷不行都沒意思 我都還沒出手呢 潔癖就吃好了 你冷靜冷靜 我開玩笑 下次注意 我喜歡來真的 我爺爺他 我挺羨慕你的 然後 興一支人 卻無法拯救自己的知情 最後一面都解不到 老爺子的命保住了 醫生說 把《雨血刻》出來了 謙塵 謝謝你 你和小孩的事 憲在外面傳的沸沸揚揚的 你和小韩必须结婚 好 我可以去扶小韩 但是你要明白 我们的婚姻只能是一场交易 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感情的 你也不能感受我任何私生活 明白吗 小韩是我苏家的小姐 我劝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苏明 苏星星的视频可在我的手上 你要不想身败名列的话 我不介意把五马高兴板 发给大家观赏观赏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要保证 这个视频绝对不能出现在任何人手里 我可不想让小韩成为任何人的笑柄 后天的订婚宴 我要你风风光光的娶了小韩 好 明日 雁思明和苏小韩订婚 你有什么想法 该请到的人 请到 回忽 回忽 关门 苏家的亲戚们 事到了我们算账的时候 孙健成 你发什么疯呢 今天是你外面宿舍喊大喜的日子 你究竟想干什么 后妈老糊涂了吧 从小到大 我只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没有 没有 你 你们 享受着我爸打下的江山 享受着他带着我的账 却毫无感知心 不过我的生死柔放就算了 还助纣云虐妻如我姐姐 直到她死不明了 今天 我就得好好跟你算清楚 今天 我就得好好跟你算清楚 书星辰 这无法无天了是吧 葬的书家没人了吗 我 坐 左先生 我太太说话的时候 安静点 知道吗 大哥 你什么意思啊 大哥啊 我现在也是你家的媳妇 难道你不会我们做主吗 陈显然 我是来给他撑腰的 你 苏小涵 今天就让我看看苏家亲戚到底 让你临死临死 舅舅 如果你把苏小涵往死里打 我可以考虑什么意思 别别别别别别别打别打别打 我动手 我动手 没吃饭吧 苏星辰 思明 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呢 下一个 姓母 到你呢 没吃 我 别动 既然已经搞砸了苏小涵的定位院 不如放松在那儿 好好睡一觉 不能就这么算 看清楚了吗 不是 姓陈 慢慢来 报仇 只有小时候 我们说的不是同一回事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要他们整个公司 苏星辰 顶回宴上吃的苦 我一定要收回来 我们两司已经合纵十几年了 多年的情意 我们才是最值得信赖的选择 王总 虽然我们是新公司 但是我愿意让五个点 你们两家里的条件都不错 我 但毕竟我怎么能跟一家呢 还有我狗星穿大主角 你们不用担心 有风险 因为你 苏星辰 你作弊 我们这叫 夫妻一体 一致对外 你 只要能赢过你 我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 又是 我和四明都听说了 苏星辰死在国文 现在不晚 如果他没了左青川 我看他要怎么逃 老爷子在苏星辰的治疗下线 好转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加转 这可能 我没 我没 大哥我都掉了过了 他根本没有技 也没有任何从一证明 他跟你結婚 我是想加害爺爺奪取左家的家產 左青川相信我 我沒有加害爺爺 讓我怎麼辦 把顏色沒有帶出去 大哥讓他閉嘴 你被他迷紅了嗎 你不要救我爺 你們在加害爺爺 誰給我放過的 為什麼感覺背後有一股良意呢 是不是要嚇的不夠啊 要不你再去試試 這次就直接堵死老爺吧 我就不信這樣 左青川還能這麼信蘇星蟲 你瘋了 被左青川發現我只會死的更快 哎呀那我怎麼捨得 我只是實在受不了 他那麼侮辱我們的婚禮 都怪那個蘇星辰 短短時間 卻能把左青川 擬得那麼神魂點到 來送死嗎 那就成全再 好好享受現在的生活吧 好日子就要到頭 高總您聽我解釋 是蘇星辰他在惡意競爭 這麼大的下母窟窿 自己看著辦吧 喂 喂 蘇氏怎麼樣了 垂死掙扎 還在不斷尋找新項目 那就 如底收信 我 就是 你 我 不斷尋找新項目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早就变了我们的足迹 这应该是 这把琴 其实是我 姐 你怎么回来了 星辰 猜猜姐姐干什么去了 这个是我请著名工匠为你量身打造的 祝你下个月顺利夺冠 哇 谢谢姐姐 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礼物 这一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不要把这个人送到国家去 我绝对不会让他在个家里给他们麻烦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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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 如果想her 我想她 祖姐姐姐救我 analysts 姐姐 醒醒 Beatles 姐姐一定会接你回家的 醒醒不用怕 姐姐一定会接你回家的 她 姐姐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你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你会让我再 再也不会是一个人 大哥我错了 求求你不要把我组走走 我真的知道错了大哥 鳄鱼的眼 你以为我再想 大哥我发誓 都是苏小涵那个贱人教唆我的 大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一定和他们断绝关系 我已经去找过老爷子了 你有对老爷子 大哥我没有啊 我是去找老爷子道歉去了 小老老爷子练皮养育之奇 原谅了我 如果大哥执意要把我逐出所加的话 恐怕又要惹他老爷子不高兴 叶子饼 不要再挑战我的地监 我警告你再有想死 就不是说一句 你什么时候来的 忘记了 那你不就不去训练 那一个实在是太难好了 我不任性打断 以后 我还想听 再说吧 我先去训练 星辰 我认真的 我们 要不要试试 陆小安 我们解释回应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家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们合作吧 星辰 我们 假期全做 不好 左青川 我们至今只是交易 苏家的财产 现在已经拿回来了 剩下的 就是将谋害我几的凶手 绳之以法 等一切尘埃落定 我会离开这座城市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地方 那我呢 你对我 你对我真的就 一点感情都没有 回到那天 相遇 没 孙先生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你的男人 我的大哥站在和苏小涵私会呢 这你们还没结束婚约呢 就给你扣了这么大的油猫 我看啊 你还不如跟了我 再 扎穿你头 左青川 你别让你碰过别的女人的手碰我 你知错了 我还没跟你解除婚约呢 谁允许你在外面浪漫 我没浪 我醉了 关于屁事 我属于你的注定 不属于我的命运 不要 不属于我的命运 我属于你的注定 消灭 不要清醒 还有不能静静抱着你 爱协助我的世界 什么事啊 关于你姐姐的死 有一些资料在我手上 但事关重犯 我要亲自交给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难道你却那么相信 多少还可以一个人害自己 什么时候见 现在 思明 左青春那不是人喝成这样 还这么有防备心 废物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妈还有后手 你最好气到你妈能够得手 不然的话 有你们好看 你姐姐的死真的是个意外 再给我说我不会也是你们的妈 不用假惺惺跟我废话 意外还是谋杀 会有事实说话 你说的对 看我这脑子 你说这么久了 我都忘了给你一头杯水喝 资料呢 我自己就给你拿 要不你还是先喝口水 缓一缓 毕竟世界当你姐姐 你自己下的毒 我希望你可以喝快一点 你 我在国外跟随神医多年 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 怎么敢回来跟你们对抗 我自己 这些都是没用的 孟先生你 你要干什么你 看来你诱骗我过来 就是想为了给我下药 不好意思 只能你自己享受 嗯 嗯嗯 嗯 嗯 如果不是 不然你 我不 An 资料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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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 我 我 我 你 我不 我 我 你不是一直想要左家的企业吗 我们可以用这个去陷害苏星辰 架货给左青川 我要让他们两个人尝尝 不得志的滋味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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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心情 真好 好什么好 有你真好 有嘴玩手 我六岁的时候 母亲去世 父亲再去 十岁的时候 父亲又去世了 我身心要强 不服管教 就被姬母送到国外 自生自灭 以后 不会再有人欺负你 嗯 那你是怎么洗的到医术 医术 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我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当时兜里没有钱 有一次发高烧 我差点就没命了 幸好有一位老爷爷 他收留了我 还传了我一声一束 我才知道 他是大名鼎鼎的苗真传人 还来 快走 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 怎么回事 北海酒店的竞标发言泄露 不是为何被竞争对手拿到了 项目被抢了 谁干的 这是在现场发现 金茶镇是苏星辰那儿 喂 北海酒店的方案我们准备了五年 关系到全司上千人的范围 你可不能包庇啊 这个苏星辰红颜握水 必须严陈 事情没啥进去就行 我看你们谁敢懂他 什么 左青川被带走调查了 我马上过来 苏星辰 我有办法救左青川 他人不道理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 我们之间还有很多账位损付 这些都是你设计的吧 大哥 话可不能乱讲呀 你大势已去 公司现在一半都是我的人了 某爷子已经不行了 等他死了 果实就是我的了 痴迹傲笑 你敢动性战 八哥冷静点 我要是死了 这苏星辰 你不真是太不了解醒他了 二女 哎你醒了 我们现在总算可以好好聊一聊 苏星辰 我曾经遭受的一切 你都得给我反过 好 还有你 还有你 都不会是我的手下 是吗 那我就只好让你都亲姐姐 身不死不安宁了 孙爷 别急 好谢 还点后 妈 妈 我有办法 孙爷四小孩 警告你们 人要是现在做死的话 那会神仙救不了你 哈哈哈哈 哈哈 还在说大话 你以为你是谁呀 没有了走心高 你什么走心 你干什么 姐姐 我一定会帮你报仇许恨的 我是 我可以不了解苏星辰 但我还不了解你 左秦川 我从小就被摄影在左家 最了解你的人 就是我 你这个人从小就自私傲慢 但凡我能从左家拿到一丁点好处 你自己不能 就不要怪别人强压你 想偷走左家 下位 好 那你就别怪我玉石俱焚了 我还 送苏星辰上路 我 他先走 岩子敏 你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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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没能耐 找的盟友 也是个弱吉 爺爺 我送了爺爺 太失望 不快 宋之到开鼓舞大会 我要当众宣布 言词无论 从此和我作家才无挂格 爺爺 这是我未婚姬 苏星辰 爺爺好 这次多亏了你 但是 你和清川的婚事 你 ft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心机深重的女人 不适合你 心机深重的女人 不适合你 议议 清辰她是一个心机善良有情有义的人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之前您两次并威 都是清辰救了您 一点识人之数都没有 总之 这么深不可测的女人 绝不能进我们佐家的门 昊议 怎么 我的话都不听了吗 爷爷 京城是我唯一一个想去的 好啊 那左侍 苏星辰 一二全一 爷爷 对不起 我宁愿不做左侍的机车 我也要去行车 你 滚 爹爹爹爹爹爹 不想气死我就跟他断了 我说你怎么听我生死吧 你怎么想起来 星辰 清川 我相信 你放心 星辰 我一定会让爷爷接受的呢 清川 爷爷最喜欢吃这种糕点了是吗 我上次看他房间里有好多 没想到 你在病房里匆匆看了一眼就记住了 不能总是让你一个人努力吗 那我陪你 好 星辰 咱们要不还是别做了 没事的 我都做了这么多了 这点小伤没关系的 星辰 终于做好了 辛苦你了 没关系 只要能让爷爷开心 做什么都愿意 新的 爷爷 爷爷 清川 这个糕点你尝尝 是星辰特意为你做的 你坐的 嗯 爷爷 我知道您特别喜欢吃这种糕点 所以特地去鞋了 您尝尝看 哎呦肚子我疼 爹爹爹爹你没事吧 属于警察 你给我下嘴 没有爹爹我没有下嘴 我肯定下吗 一个星期是这么坏的 这出生怎么回事 我真的没有赔 滚永远不要让我看着你 爹爹 我相信警察 自然就一样 我一会上没真相没事 星辰你发现 我一定会找到真相 换你个警察 警察 我相信你 苏小姐找到了线索 虽然在事发情 后来他没样不复的食材 而且他心灌很可 果然是他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还真是死心不开啊 孙夜 你为什么要对爷爷下毒 我没有 你别缺和喷人 你别打了 看我做的 他妈 我做的跟我妈妈没有关系 不是小孩 都是我做的 我就是想教训你一下 你放心吧 我会把你们俩 让你交给你 都是我做的 不是小孩 不是小孩 姐姐 我好想你 星辰 不要这么讲 你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 清川 我不想再让你因为我和家里人争吵了 你回去吧 别让他们担心你 不 我不回去 我会一直陪着你 直到爷爷接受你们这 没事 谢谢你 星辰 星辰 我发现 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们 怎么办 各回各方 早点睡觉 喂 你说谁的爷呢 不知道啊 谁让你来的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爷爷 上次糕顶就是他下的 爷爷 我不知道为什么姐姐这么诬陷我 自己还轮不到你 小韩怀了清川的孩子 我什么时候碰过他 就那天在酒店房间 虽然左先生你喝醉了 把我策认成了星辰姐姐 但是我不介意的 星辰 你提我解释 你们先来找我之前 我就已经把他绑起来了 我根本就没碰他 左先生 你不喜欢我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不认这个孩子 我不认 清川 只要是左家的血脉 我一定认 至于你 好啊 我让问 好啊 我让问 我 苏小韩 我不管你十个月以后生出来这是什么 我都不会管 前提是 你得能生的错 算了 爷爷 我知道 你怀疑的是颜思明的 不过没关系 只要能帮我赶走苏星辰 我就会让这个孩子 一是 左青川你是谁的 是你的 那你是不是 从来没有 不仅的苏小韩没有 对其他任何一生 谁知道 你以前的生活 我没参与 而且 你和苏小韩那天在酒店 我也只是在房间门口给你解冻 谁知道你会回程 左青川 左青川你说狗啊 你咬我 看你以后还干嘛 以前没遇见你 是我的损失 以后 我也只会有你一个 好了我知道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苏小韩的孩子 应该是颜思明 如果那个女人 打的什么种 她迟早会露出麻草 苏小韩 我就说他 这颜思明 让你来给爷爷下的药吧 你什么都在这 爷爷 苏星辰要害你 被我现场抓住了 那是青川不幸 还帮他一起无面 我要害你 苏小韩 我说你蠢 还真是尚感一任 颜思明让你来下毒 没告诉你这毒的危害性吗 你指甲凤油的这个 无意让你 还是一时两命 不可能 我先就去医院查查办了 颜思明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白的可是他的孩子 真是不可救药 来人 你热毒的女人给我拉出去 说爷爷 我没有 我说不 我把我把我把你 一定回应的 你 啊 没事吧 我没事没事 快送他去医院快 星辰 你 姐姐 姐姐你在哪啊 姐姐 星辰 你该回去了 姐姐会在天上看着你幸福的 姐姐 姐姐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你还有深爱的人 他在这里 睡觉好吗 嗯 坐爷爷 醒了就好啊 清晨 爷爷错怪你了 照顾好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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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什么事 这是左星辰写个你的信 他爱的人一直是你 他爱的人一直是你 不是苏星辰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跟苏星辰有仇 我是不会骗你的 你 我跟苏星辰有仇 我是不会骗你的 我跟苏星辰有仇 这段时间 幸福了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哎 青川好久不见 陆雪 你怎么在这 我回来看看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 这些是青川小时候的抱怨 他俩关系跟你们好看 你好 我是苏星辰 你好四小姐 听说你跟青川在一起了 真是恭喜你 谢谢 你有没有觉得 陆雪跟苏小姐长得有些像啊 青川 怎么了 你爱我吗 怎么突然这么无聊 没什么 今天陆雪来家里 你不在 这丫头 来了也不告诉我 星辰 你 你 没事吧 啊 没事 可能是姐姐的技术快到了 心里有点难过 你看 我会一直陪着你 难道 他爱我 只是因为我像他吗 姐姐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一家 谁 我是谁 珍珠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啊 我来找陆伯伯 你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一起在这里玩耍吗 当然记得 那小时候我们一起扮演新郎新娘 你还要说娶我呢 轩儿 那些都是小时候的戏言了 再说了 我现在爱的一直都是清晨 我们是不会分开的 周清川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我一定会得到的 清川 清晨 欢迎来参加我的宴会 谢谢你的邀请啊 你怎么来 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不管之前有什么误会 可不许在我的宴会上闹 那是当然 需要的面子 我上给的 听说那苏星辰是陆雪的替代品 陆雪才是左星川的真爱 是啊 我也听说了 你看陆雪多有雅度高高 打向那个苏星辰 涂力涂气 我真的 只是陆雪的替代品吗 没有听到吗 我听说啊 陆家医学是家 就专门为了给陆雪指引 嗯 怎么回事啊 陆雪本来快死了 要不是移植心脏 活不下来 那心脏从哪里来的啊 听说是捐赠的吧 花钱买的吧 谁知道我 快点来到我们的鱼岛了 陆雪真厉害 不愧是医学界的佼佼者 是啊 他比那个苏星辰强多了 星辰 不要再等 你放我一下 金川 快 你 你穿着 星辰我们走吧 这里 总有些苍蝇喜欢乱叫 金川 您能再陪我一会吗 金川 您能再陪我一会吗 我刚回来还有些无聊呢 陆雪 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在我这里啊 没有什么比星辰更重要 星辰现在身体不舒服 我要走了 金川 你真的要为了苏星辰放弃一切吗 哪怕是爷爷 你在威胁我 陆雪 你应该很清楚 我这个人最讨厌的一些 星辰啊 你就陪我一晚上 我就不把这件事情告诉爷爷 而且我保证 我以后绝对不来打扰你们 爷爷的身体现在还没有完全好 爷爷的药好 那只有我们陆家有趣的 你确定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你得保证 以后再也不打扰我们 星辰 你们说了什么 星辰 对不起啊 我不能陪你回去 我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但是我保证 处理完了 我很快过去找你 星辰 还有 何明权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不是 清川 我真的可以相信你 嗯 嗯 没事 青川 坐下吧 我给你准备了一杯酒 清川 你应该知道 作家现在的状况 资金链已经严重出现了问题 如果想要我们两家继续合作 我们必须 你在说什么 不 我是认真的 作家现在继续投资 让我们陆家可以提供这笔资金 但是我有我的条件 条件就是跟我结婚 没错 就这样 我才能让我爸继续投资做的 这样就想得到我 挺未免也太甜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些无聊的事 那我们说点 有意思的 清川 默默这里 你听到我心跳的声音 他说什么 清川 这是苏星辰姐姐的心脏 但是现在 他在我身体里跳动着 你还想要我 陆雪 你怎么就这样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跟苏星辰的联系 远比你想象深的要多 即使这样 我也不可以 如果你找我来 只是为了说这些无聊的事 听说 你别说 我是真心爱你的 你哪有什么是我心 陸写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苏清清的心脏 现在啥呢 真的不可 夫人你怎么了 要不要帮你叫医生 不用了 去帮我看一下报告出来 恭喜夫人您怀孕了 什么 我怀孕了 凌晨怎么可能这样 不行 我要找凌晨问清楚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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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 网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消息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这种人家 不是经常会被拍到的吗 但是这个传播速度也太快了 怎么我 阿凯 怎么可能跟我离婚呢 这门心来菜出来了 我们是 Preservation 应该抢身事情的真相 没错 我要值得行程的位置 立刻丢动 所有的資料 我要知道 净晨 啊 您最忘了也成功了 太天了 秦川你怎麼來了 不行 不能打錯決勝 我又裏自製隊 找到行程啊 雪兒 行程不見了 秦川哥哥 他不見了不是正好嗎 以後 他再也沒人來打到我們 說得也對 其實我們兩個最近一直在吵架 都說 婚姻是愛情的 不像你 很有激烈 真的嗎秦川哥哥 雪兒 時間還早 不如你先去洗澡 好 放開 秦川你叫啊 你叫的越大聲 我越習慣 你個衝性 蘇星辰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你姐姐的經歷是什麼嗎 你跟你姐姐一樣的騷 我接下來就要覺得 經歷 蘇星辰 你終於落到我手裡了啊 你想幹什麼 放心 我不會傷害你 我只是想讓你離開左青川 我不可能離開左青川 我們是真心相愛的 真心相愛 你以為你也不 這是我給你小心的 好好看 從此以後 我跟左青川 和你斷 若雪 我不會讓你得逞 我會找到左青川 向他解釋清楚一切 答應你了我都不老了 什麼時候把這個女人交給我 你放心 那我跟左青川在一起 答應你跟蘇家涵 老猜 我剛看到你們就有唱了一封信 看到是誰放的了嗎 那個人戴了面具 沒有看錯 啊 心情要跟我離婚 她想讓我離開 也會是誰 心情自討 你不能當 天真 小心 你記住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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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能保护了他吗 你以为你能保护了他吗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 陆轩 这是你逼我的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星转 咋下去你会不会的 秦川 难道你真的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那些都是他即将安排好的 我只喜欢你 除了你我不会和任何人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 你跟他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他的心脏 是你姐姐苏清醒的 什么 星辰 你听我说 陆轩一年前确实病重 他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那时候 苏清清不清理事 他的心脏恰好和陆雪匹配 所以 陆姐决定 把他的心脏 移植给陆雪 你太荒谬了 我姐姐她怎么可以这么被利用 我知道这很难也接受 但这就是事实 你姐姐的理事 或许不只是一场意外 陆家 或许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陆家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姐姐 她那么好的人 我跟你姐姐一样 都是贱人 你们不能跳舞 都不能跳舞 我不是说我姐姐 你们把我的孩子害死了 你们的孩子也没啥苦 人家里面说有什么 警察 你没事吧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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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先生孩子差点没了 幸亏抢救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保重身体 不要压力太大 好行 清晨 你们两个没事 真是太好了 清晨你怀孕了 你可真是我们左家的大功臣 爷爷您别这么说 对了 陆家那边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他们做的事简直是丧尽天良 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我不会再给陆家 非非作歹的机会 老爷 陆家已经被我们查封了 并将他们的犯罪证据 要给了警方 相信法律又会给他们应有警方 哎 还有 你姐姐的事我也听说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姐姐讨回公道的 陆家不会逍遥法外 严思明 苏孝涵 一个都不会放过 谢谢爷爷 苏孝涵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怎么了 我一个也不想等 苏孝涵 你愿意嫁给我 我想和你结婚 我知道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磨捺 但是我想跟你一起面对 我会等会放你 和我们的孩子 给你们幸福的生活 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好像走过了半生 余生 我会让他见了个生活 我们一起走下去 好吗 你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俩终于要结婚了 姐姐 我们来看你了 姐姐 你看得到我吗 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我有一个爱我的人 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他叫思青 思念青青 晴晴 你放心吧 我会一直照顾好 晴晴晴 晴晴 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什么事 其实 我一直在申请你所有国外的做医疗家训 最近还包括我 通过这件事情 我知道 学医不仅能够救人 也能害人 我希望 有更多像一样这样慈祥人 能够健健康康的很多晚年 也希望 不再发生像姐姐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 等思青出生以后 继续去国外深藏 晴晴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人是一个本位精神 但是 你一心如感善美 我会支持你就定 不过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 做好评剧的准备 告诉你 我 你也不想 你还不想 你也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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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 我 宝宝在肚子里抗力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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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她是咱们的小公主一样 孙岔 刚刚那颗流星看到了吗 听说去世的人会画成一颗星星 在天上一直保佑我们 那颗最亮的 那天是姐姐 才是我 姐姐 我看到你了 思青也看到你了 我相信一定是你在天上保佑我们 让我们一直幸福下去了 行了什么样子 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永远在一起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我相信一定会实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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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